哈囉大家好,我是一樣 今天我們來講的就是這本 《大西克里日本美學三部曲》的第一本 《悟哀》 這本書我認為是一本理論書 我十分推薦給所有美感相關科系 會想要更深一層探討心理與美感的朋友閱讀 說到悟哀這個詞呢 它給人的既視感應該就是一種淒涼的感受吧 而大西克里認為呢 哀有五個階段的含義 而第一個階段的含義呢 就是狹義心理學的範疇 也就是我們常見的悲哀與哀戀這類的感受 就讓我們來舉個例子吧 《原事物語》《明石卷》的 《從琴河取出歌至許久的琴》 淒然的彈奏起來 身邊的人也感到悲哀 也就是呢 非常直觀且直接產生的感情 而第二階段呢 就不僅限於是哀傷的情感呢 哀解釋成感嘆詞一般可以是廣泛的感動 屬於一般心理學的範疇 它可以是喜也可以是悲 只要是受到某一種感動呢 都可以算在這個範疇內 說到呢 人與人之間的愛恨情仇 我們就不得不提到第三階段的哀了 你看你的女朋友分手了 你覺得人生很悲哀 那就是第一階段的哀 非常直觀的心情不好 而愛 人生 真的很難啊 這種愛呢就表示受到分手的影響 而來的某一種感觸 就屬於我們第二種的一般心理學範疇 再來呢 他略帶愁容 若有似無的一絲微笑依舊動人 只探物幻輕疑 從這裡開始呢 就有一些微妙了 你說哀到底在哪裡呢 因為日文翻譯的問題 其實就是動人的這個詞啦 第三階段的哀呢 是當你跳脫了喜悲的特殊情感 而像是蒙上一層朦朧的面紗 加入了靜觀的元素 成為了一種美的體面 而多數的小說呢 淒美的愛情故事 都屬於這個第三部分的 一般美學的感受啦 好的 在我們進入更玄的第四五階段之前 我們就來回頭聊聊 悟哀到底是起源於什麼吧 說到日本呢 說到哀 不可否認的多數人應該都跟我一樣 對日本有一種刻板印象 也就是一種淒涼的美感的感覺 而你有沒有想過這種美感從何而來呢 我們追溯到千年前 女貴族指示部所寫的原式物語 書中呢 描寫了當時社會豐洋的狀況 談情受愛的世人 優雅愜意的貴族 社會呢 竟是一片非常祥和的意象 而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此優雅和平的時代呢 又是如何哀的 我認為作者他給予了極為精闢的見解 他說呢 當時的社會生活深處 之所以隱含濃郁的憂愁忧慮 其最根本的原因一言以蔽之 一方面呢 擁有異常發達的美的文化 而另一方面呢 又存在極為淺顯的知的文化 而這樣不均衡的發展 就讓社會瀰漫著憂愁感囉 我們舉個例來說 他們呢 非常注重婚喪喜慶等等的儀式 在工藝 庭院 建築 繪畫上呢 都有十分不錯的成就 但是呢 他們在生活必須的研究上 卻極為匮乏 比如我們說醫藥學好了 對現代人來說 最重要的應該是 如何把一個人救活 而不是想著要如何幫他把喪禮辦得非常有格調吧 起初呢 他只是一種社會氛圍 而當這類的情感被內化 被精神化 也產生了一種對事物的移情作用 也就是我們先前所說的 第二階段的一般心理學範疇 來到了第三階段的一般美學範疇 而第四階段的特殊美感 則於第三階段十分難以區分 從直觀的美 優 利 艷 往一種神秘的宇宙感的方向發展 進而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觀 這樣就屬於第四階段的美學範疇了 來到了第五階段 哀美學的極大成 而說實在的 我個人也非常苦惱 該如何解釋與理解這第五階段的美感 不如我們先舉個例子 春陽如此柔和從容 何毒櫻花 匆忙雕散 作者呢 他認為這個歌詞的意境 與第五階段的哀已經十分接近了 第五階段呢 接近是融合了第三與第四階段的美感 既有優雅美麗的直觀美感 也能讓人帶入一種龐大的宇宙感與世界觀 好了說到這裡 相信你們也有點累了 書中其實還有很多理論與哲學的論述與舉例 希望你們也能夠讀讀看啦 如果你有讀過這本書 也歡迎留言你的看法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點個喜歡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喔 掰掰 字幕視聴呎 拍拖